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可以直截了当地讲 主要是主战派声音已经起来了 第二个 柯文哲他们自己看过民调以后 那所谓看过民调是内参民调 是对民众党未来发展非常不利 在这种情况之下 柯文哲变脸 那柯文哲在变脸的时候 他有一段过程 这一段过程就可以说 11月17号晚上9点 他们进行所谓民调的查核 剔除了三份保留了六份 究竟是3比3还是5比1 为了这一些所谓的让六% 就是正负误差3% 炒翻了天 那事实上 这个已经不叫统计的问题了 就统计学上我们就不谈了 我们谈的是政治问题 政治问题还有谁接大位的问题 今天的关键就是谁在接大位 所以昨天大概有20多通到30通的电话 要找柯文哲 柯文哲为什么不接 柯文哲只要一接的话 他今天就没有回旋的一地 所以这个人想到就说说了就忘 忘了就赖 赖了就骂 骂了就躲 这个就是柯文哲 我们今天就针对这个问题 我请到了我的好朋友 华人资库董事长 哲学博士 欧崇敬 欧教授 跟大家共同探讨 欧教授好 李华哥好 请问欧教授 你就稍微评断一下 今天蓝白河变成了蓝白拖 蓝白拖变成蓝白江 那未来会不会到蓝白分 到蓝白战 柯文哲究竟是打的什么算盘 连政治精算师朱立伦 都被他摆了一道 那柯文哲说 那是朱立伦骗了我 我那个下次还要谈的话 那我不可能一个人去 我现在建议柯文哲 干脆带他妈妈一道过去谈 太后 太后作证 那我相信太后的气势 可以压过马英九 那您认为柯文哲为什么变脸 除了蓝白江蓝白战以外 现在就变成蓝白蓝 有话跟说的耍蓝来蓝 他能蓝就蓝 事实上他这是有端倪的 而且是有铺垫的 他整个翻脸的总时间数 从他签完到出来再开记者会 这个时间总共是69个小时 这69个小时里面 总共分几个段落 第一个段落是他先说他心情非常不好 然后就网友要问他为什么不好 而且言语他说 你不是最讨厌三种东西吗 那就是蚊子当然国民党 既然你这么讨厌你干嘛跟他合作呢 他说这我有答案啊 因为我更讨厌民进党 这是第一个阶段 第二个阶段是立即在他谈完以后 大概十个钟头以后就第一个阶段过后 传出马英九给他看的一个黑资料 这个资料只有马英九与他看过 然后这个黑资料是什么 就又沉寂了几个钟头 第三阶段是传出郭台铭已经知道 而且是柯文的告知 那个黑资料是什么 郭台铭对他面受激疑 跟他说你就该怎么办 这个时候已经是第三阶段要进入第四阶段 也就是17号了 然后就进到第五阶段了 那第四阶段他酝酿了些什么 这目前还没有流出 但第五阶段就是民调出来的时候 他四五合并就是决定隔天 他要搬脸不认账 但在中间他做了一个插播是什么呢 那就是在第四阶段的时候 由他妈妈出来说 那句闽南语我再把闽南语读一次 这句话的普通话翻译是 若是要选富的就干脆别选了 这是两句是一样的意思 这时候由妈妈出来说 我们就已经知道 显然是有问题的 别忘了这段还有一段 在第三段左右 他是泪汪汪的面对全台湾的民众 好像他受了很大的委屈 这个泪汪汪是在郭台铭已经知道事情 然后面受记忆之后 我认为他开始在演新的巨马了 好 而现在在礼拜六早上的10点30分 出来先到黄珊珊做马前卒 然后他自己再说的那么一大堆 总之就是蓝白烈 而且他不但是赖还变成是 后面非战不可 他现在必须要再安排个巨马 让他有一个合理的理由 可以继续选下去 所以我认为这个赖了之后 他要到战的结局呢 恐怕真的时间得拖到 11月24日下午4点半左右了 有话哥 我可以告诉欧教授 大概国民党给他的时间 不会超过21号 就我所知 马英九现在应该也在左手进行 对于这个蓝白河的下一阶段的谈判 究竟要怎么谈 就是说已经不会再签6点公司 因为我今天下午去问了几个朋友 他说6点公司已经不会签了 就只是针对所谓争议性的民调 究竟是让6%还是让1.5% 统计学上好像没有什么1.5%的 那个是柯文哲个人的认知 那我知道的马英九他也非常的火 就是说那一天大家都谈了 也告诉他 我现在建议 为了避免让柯文哲继续赖到底 是不是有马英九朱立伦 侯友宜 然后柯文哲 最后呢 再把那三个所谓的统计专家 民调专家 大家做成一排由记者提问问题好了 这样子反而比较好 那不然的话柯文哲又说这个是第三次的密室协商 第一次你看看10月31号 第二次是11月15号 我被框了 那现在干脆公开了嘛 公开就让柯文哲赖不了 就我所知 柯文哲的翻脸对民众党是非常的不利 当然这个中间很多事情我就不谈 我现在问 好 欧教授一句 马英九面对这种问题 他不是让柯文哲打了一个耳光吗 大家认为说你马英九可以得诺贝尔和平奖 现在不要说诺贝尔和平奖 是诺贝尔乌龙奖 可以颁给马英九 那你说他们找人谈判 难道不知道柯文哲的个性吗 欧教授 现在马英九一定很懊恼 事实上马英九还真的是非常用心 希望能够做一个合适 而且让整个蓝白真的能够局面稳定下来 我此时此刻只能说 当经过11月18早上10点半之后 我事实上不认为有任何人作证 或任何一种游戏规则 可以让柯文哲深心的再跟国民党合作了 此时此刻的国民党应该在11月19 也就是星期日 这一天赶紧召开临时中常会 把侯友宜的副手给任命好 否则到时候如果一拖再拖 而来不及放一个副手上去 那么形同于侯友宜等同于弃权 这还了得 因为外界连民众们都有一些观感 那就是 柯文哲像是在玩弄着国民党 而且是一玩再玩 已经是把所有的可能当副手的人 都玩到没有人敢上来的 那么如果在最后的几天 而且是已经到登记日的其中之间 还要谈合与不合 最后才谈掰了 而柯文哲自己走自己路 然后把杖全部再推到国民党身上 反正国民党以前 本来就有所谓的不良记录 他如果再编造一套说 就是国民党 慌了他 这不就是被黑吃黑的吗 刚才有话个问 这个朱立文不是背了36个算盘吗 我干脆说 还不止呢 他岳父也有36个 另外王金平呢 也有36个 三个人合起来 108个算盘 还是打输了柯文哲 这种奇特的同机主义 如果局面已经是这样 国民党还不知觉悟的话 那恐怕就会有更大的灾难会降临 虽然柯文哲和民众党自己也很不利 那么如果他怀着的信念 就是要倒国民党的蛋 把国民党的蛋倒得越惨 那就是他最主要的目标 那你怎么在 他要的不是好处 他要的是你有坏处 那国民党该如何是好呢 刘华哥 刚刚欧教授讲的 我提供一个非常令人震撼的消息 11月19号 国民党中常会 本来他要开会前都要发通知的 那通知上面都有议题还有提案的 就我所知 这次是临时撤回 临时撤回 就是要找韩国瑜担任不分区的第一名 明天大概会通过不分区的名单 同时中常会也会要求朱立伦 最好在21号 21号以前 好 就是10月20号以前 你赶快把柯文哲搞定 那柯文哲显然是要拖到24号 但是国民党应该不会让他拖 因为22号的那一天 中常会就要针对国民党的政府人选 加上其他的选战策略 他要提报到中常会 由中常会通过后主席执行 换句话说 柯文哲想要拖过24号 国民党最多最后通牒的时间 只是会给他36个小时而已 由于时间的关系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谢谢欧教授 感谢华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